所以小通瓜 据说有人就有医院 直接这个把棺材送入病房内 在病床直接入链 对 其实我们在去年开始 就是疫情爆发 我们的处理程序就是 在医院的病房里面 我们就要用两层 因为这个公告有这样 就是用两层的完全密封 且非渗透性的双层尸带 做密封 然后会把棺木直接放进病房 然后做完整个入链 然后同步就是通报 就是地方的火葬场 然后来排程 然后进行这个 竞速火化的这个程序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就呼应 像刚刚宏一哥讲的 就是那个仪式感 对于家属来讲很重要 但很多人做不到 那可能就是早上通报 我们就是在病房里面 密封之后 棺木整具就要送到殡仪馆 所以我去年就曾经 有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 在那个时候就是密集度高的时候 我们大概平均一天 大概处理三到五具 确诊阳性死亡案例 所以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例行公司 就是有一段时间是 每天都是要处理这些案例 所以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业者 就是负责去推送火化 然后我们已经适应了 不会有家属陪同来送 因为我们不断要全身的 全副武装 穿兔宝宝装 沿路 棺木运送的途径 还要有一个人负责拿清销器 负责一直不断去做消毒 然后车上要做清销 下了关也要再做这些程序 所以不会有家属在旁边陪同 然后更顿多 就像我刚刚讲 有很多是聚隔 那那个案例是这样 当时我就是我们开着车 送到了兵营馆 准备要进行火化 那我们就预设了 没有人 可是那天下着大雨 那天下着大雨 然后在我们 还要靠近火葬场的过程当中 就大概距离火葬场 大概70公斤 有一个男子就跪在雨中 跪在雨中 他就呼喊他爸爸的名字 他就呼喊他爸爸的名字 他就说他不笑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很揪心了你知道 就是那种下着大雨 他临着雨跪在那边 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 但是因为规定的关系 他也不能靠近火葬场 因为那个很危险 那里很危险 在那个时候状况之下 好 那所以我们下了车 我也跟大家讲说 大哥 淋雨了 你要保护好自己 那当然他不愧理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现在觉得重要 就像洪一哥讲的 为人侄女的 那是他唯一 最后能够尽效的部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推着棺木 那今天台湾有个礼书 叫什么 那个叫喊 妈妈快走 那席子是哭着喊 对 就是火来得开跑 然后我们想说 他既然已经来了这 临着大雨贵 我想他一定是希望 能够送到最后一刻 可是因为他的距离 有点远他看不到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还有人在门口 就喊要推进关的时候 跟他讲说 来喔 敬如了 你就可以用 想到你最 你可以这辈子 听过最凄厉的哭声 在喊 爸 火来了 快跑 我们真的很难过 所以其实 今天有很多家属的心情 我们都可以理解 怎么样能够 人性化是最好 可是回到今天的状况 他其实也不是说 纠结竞速 不竞速 24小时 其实坦白说 这也不会是现在 遇到最大的困难跟重点 现在的困难重点是什么 来 第一个 殡葬设施 它的环境 它的设施 它很难做分流 火葬场可以 比如说像现在 现行的状况是什么 现行的分流是 一般的往生者 是白天 按照正常程序 拍火炉火化 那如果是新冠确诊的呢 就是晚上 晚上 现在台北平均 大概都是要烧到 凌晨一两点 就是他需要有 他需要把这个东西 区隔开来 这是火化 可是冰柜呢 好 冰柜 它的那个出入 第一个它的法条 就刚刚讲到 就是台北市冰藏管理条例 它第十条就有规范 它是不能寄存 不能冰 那如果现在 我把这个条件放松 好 我可以冰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 它的出入口 在当初冰管设计的时候 它就没有针对 这件事情做分流 所以它出入口 都是同一个 那你想象 比如说前一组家属 在大家开时代 确认手腕说 这个是你的亲人吗 是 下一刻就有另外一组人 全身无装 兔宝宝装 然后那个两层尸袋 前一组家属怎么办 不 我查个话 对不起 我觉得在我身边的 亲友感染的人都很多了 你旁边的朋友 感染多不多 很多 都蛮多了 我相信每个人 大概跟我差不多了 因为我刚刚有讲 确诊如果是250万 我们现在应该超过600万 超过600万 就表示四分之一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 感染Omicron没有那么严重了 以前感染那个叫什么 Omega是不是 Delta Delta就严重 那个死亡率 重症率什么都高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 可以适度放宽 尊公他感染到 应该也没那么严重 这样子 那我刚刚有讲到说 好在我有跟妈妈 因为我妈妈从住院到走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你内心一直被建设的说 妈妈会走 因为有时候会发病网通知 对 所以你一直在建设的 过程里面 然后你慢慢会去接受 妈妈可能会不在 我觉得那个事情是重要 有心理准备了 对 那个事情是重要的 如果忽然之间 来不及见妈妈一面 妈妈就走了 甚至被火化了 那真的一辈子遗憾 真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 崔芬就是说 像这样的情绪 这个要不要紧 怎么度过 因为的确 亲人的过往 不在预期范围内 对家属的伤害 其实是最大的 那我自己爸爸 也是在24小时内火化 我是非常能够感同 是怎么了 我爸当时是肺炎 也是跟肺有关 然后但是不确定 是癌症还是肺炎 肺炎 就是就是那个结核病 也是传染性疾病 也是传染性疾病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医生就是说 那就是当肺结核来处理 所以他也是在24小时内火化 那个过程真的非常的快速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这次可能又会比我 因为我爸还是生病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这次很多人是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送医 然后可能就这样走了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他不只是没有见最后一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家属或亲人 会有一种状况 可能大家比较不了解 在心理上 他们会去想象过往的人 就是亲人走前 我遇到非常多 他们会去想象他走之前的心情 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不是只有没有见最后一面 而是那个草率那个匆忙 他们会去想象那个过程 所以没有见最后一面 没有好好道别 然后所有的状况都是 在这么快的状况发生 所以那个心理很复杂的 很多人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些人是震惊 有些人是麻木难以接受 所以在这样混乱的状况下 你就会看到有像恩恩的爸爸这样子 他过了一段时间会出来 那像很多人 他们就会去了解说 恩恩恩的爸爸可能现在不是最哀伤 他就是说他到底 他会去探救孩子死亡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会造成这样子 他会对孩子相关死亡事件的人 他要去 他不是要去救责 他不是要去救责你们 但是他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那他的情绪一定要经过处理 因为他的情绪很大量 然后他一定要去了解 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他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 究责的观念去看他的行为 因为他这个是很常见的 因为我们有曾经做过二十八位 就是在国外做的 上职者的研究 其中有一个行为 就是我觉得很像 就是他们会去探索原因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如果你不让他去探索 他会有那种 被情绪上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所以他会很难接受 让我猜的话 让我猜 因为我最近 有去看一个电影 它是个纪录片 我觉得超好看的 去看的人很少 但我觉得超好看的 比独行侠好看 他叫做费尔的旅程 费尔是谁呢 费尔是一个年轻人的爸爸 这个年轻人是个纽西兰人 然后他来台湾登山 结果他失踪了 在1999年的时候 在阿里山失踪了 他爸爸呢 发现不对劲 因为他儿子从来没有这么久 没跟他联络 来台湾找他儿子 然后呢 他当然带着很大的悲伤 跟震惊来的 可是呢 想不到来到台湾 台湾人的热情 台湾人的协助 台湾人的友善 忽然他让他的人生 得到非常多的慰藉 他把台湾当成他另外一个家 所以当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 他竟然也来帮忙 大家在盖组合屋 他也来帮忙 然后呢 他又想到说 他虽然探索到 没有找到 最终是没有找到儿子 其实有找到白骨 可是那白骨不是他儿子 可见很多人失踪在阿里山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想象说 他的儿子啊 就在阿里山的山洞里 然后那个树啊 因为他儿子 然后就长得更茂盛 然后长得更茂盛以后 就长出了那个果实 果实呢 就很多鸟会来吃那个果实 飞走了以后又 因为那个大便啊 又掉在地上 又长出更多的树 结果阿里山的森林 就是他儿子 然后呢 他儿子在阿里山的森林 然后又受到那个族人 他的州族的照顾 他就觉得非常的 他儿子过得非常安全和快乐 那我今天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爸爸呢 因为来寻找 所以得到这一段这样的 这一个际遇 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恩恩的爸爸 好好的去找 那个找是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去找 你有一天你会觉得 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不是一个伟大的爸爸 这样子 你找的过程搞不好 对你来讲是很大的慰藉 而且他最难的地方是 在最后的时候 他自己是隔离中的状态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像记者昨天问他 他也是说 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最后那一段 到底是怎么过往的 人家怎么处理他的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